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新的全球智能手表的销售量 在2017年的时候 2018年的时候已经达到1.4亿只 大家可以看出来 14年的时候不过只有500万只 现在已经达到1.4亿只 做智能手表的公司 从最早的苹果 现在已经扩展到小米 三星 华为 你可以听过的 没听过的 加起来已经有1.4亿只 最近在瑞士办了一个很大的活动 大家一听我讲瑞士 大概就知道我今天要谈什么了 瑞士钟表展刚刚结束 今年的瑞士钟表展最大的话题就是 去年2018年 受到中国市场复苏的刺激 瑞士的钟表 总出口额超过了200亿美金 这个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但是瑞士人是有危机意识的 在智能手表的冲击之下 瑞士人很担心 他这个钟表王国的地位会受到冲击 这个的确我们一提到钟表行业 就会想到瑞士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代表性产业 就是钟表行业 是他最大的这个创会产业 那附加价值非常非常的高 那他的起来有偶然也有必然 我们跟大家看下一张图 大家都知道这个15到16世纪 这个欧洲展开了强 或者惨烈的这个宗教改革 这个新教 特别是科尔文教派 或者马丁路德教派 马丁路德教派 跟这个旧教之间的冲突非常激烈 所以在16世纪中叶以后 就有大量的新教徒 尤其是科尔文教派的新教徒 大量的涌进了这个瑞士逃难 那瑞士这个时候就受到很大的冲击 因为科尔文教派的新教理念 被这个纯补的瑞士人接受了 这个教派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思想 就是要禁止奢侈 崇尚节俭 这个时候本来帮欧洲贵族 从事这个珠宝加工业的瑞士珠宝叶子 就面临很大的压力了 因为他们从事的行业 明显的违背了新教 或者说科尔文教派 所诠释的基督教义 这个瑞士的珠宝叶子怎么办呢 就想到这个时候时代也开始变 怎么变呢 就是比如说大航海时代的来临 比如说文艺复兴的这个崛起 知识的这种传播 他们就想到一件事情 我可不可以把同样从事精密手工业的珠宝叶 转变成钟表业 钟表业就不是奢侈品 很多做生意的人 特别是要跨境 从事这种旅游 或者从事买卖的人 都需要钟表 所以瑞士的珠宝叶就顺势地 转入了钟表业 大家看下面这张图 所以16101年的时候 这个瑞士的钟表业者 就在当时当年那个时候 还没有瑞士这个国家 日内瓦的 就是现在瑞士首都 现在瑞士最大层 日内瓦的钟表业者 他们就成立了 日内瓦钟表协会 就开始有序的 或者有组织的 从事钟表业的生产 所以瑞士钟表业的兴起 其实有它这个珠宝叶的底子 也有了这个宗教革命的 这种历史因素 那很快的瑞士的钟表 因为这个加工精密 就得到很多欧洲贵族 或者资产阶级的这种需求 那更重要的有一件事情 就是1795年的时候 瑞士有一个瑞士人 叫做亚伯拉海路易宝基 路易斯宝基 这个人发明了陀飞轮 这个陀飞轮有什么功能呢 它放在钟表里头 因为它是一个很精密的手工装置 可以消除地心引力 对钟表运转的这个影响 大大的提升了这个 这个报时的这种精准度 那更确立的这个瑞士钟表的品质 还有这个客户对它的这个信赖度 所以瑞士钟表业的这个发展 非常非常快 最高的时候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 这个瑞士的钟表 占了全球钟表总生产量的 大概七成以上 这个时候是瑞士钟表业 最辉煌的时代 而且伴随着钟表业的发展 精密的加工业 还带动了其他 因应工业化时代来临的 机械业的这个发展 所以大家都知道 这个瑞士除了钟表很有名 它的精密机械的制造业 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 我们看下一张图 这张图是瑞士的这个 这个钟表之都 也是现在大家公认的钟表之都 在瑞士跟法国边界的 有一个叫做拉查德峰的地方 这个小城只有十几万人 但是长期以来就从事这个钟表业的这个生产制造 而且都是高端或者说手工的这个钟表业 现在仍然是瑞士钟表业最大的这种集散地 也是很多这个高端品牌 当然现在的这个高端的这个钟表也回到奢侈品的这个领域了 那它的这个重要的这个集散地 但是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随着智能手 这这智能手表的这个出现 其实对瑞士的这个钟表业影响非常非常大 我们看下一张图 这个呢就是Swatch 就是瑞士最大的这个钟表集团 它的股价 这五年来的股价走势 你们可以发觉 虽然去年的瑞士钟表业的出口创汇 创了历史新高 但是但是大家发觉 这过去五年它的股价 特别是过去一年的股价 其实都是在处于一个下行的这个坡道 表示它受到这个新的这个钟表势力的崛起的影响 非常非常的大 那这个事情呢对不对 就跟大家讲一个另外的这个故事 我们可以看看现在瑞士这个钟表业给人家的印象是什么 其实大家就是认为它是一个非常高档的工艺制品 你可以看下面这张图 一张图呢是19世纪末 另外一张图呢是最近 瑞士钟表业制造的这个场景 你可以发觉19世纪末 瑞士钟表业的这个工业形态 跟现在呢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瑞士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这个高端的这个钟表制造 其实都是透过人工的这个组装的 那这个情形呢其实也曾经呢 让瑞士的这个钟表业在70年代到90年代初期 面对了这个外来挑战的这个外来的这个巨大的压力 第一个呢就是日本第二个呢就是中国 当然在统计上有人讲是中国香港事实上是中国 我们看下张图这张图很有意思 这是1964年东军奥运会 那个时候呢因为是日本人举行 所以当时的这个奥运会的这个报时的这个装置 以由一项由瑞士厂商垄断 包括这个劳力士 包括Omega 包括Enaq 过去的奥运会都是这几家 这个厂商提供马表 提供报时的这种 记录的这种平台 但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第一次 由瑞士以外的厂商这个担任报时 提供报时的这种服务 这家厂商叫什么呢 叫做金工SECO SECO 你可以看出来这个照片上是一个马拉松选手 这个跑步的一个中途的一个计时装置 放在一个车顶上 那旁边可以看出SECO SEIKO 就是日本的金工它的品牌 第一次跨上了这个 登上了奥运的舞台 大家另外看这个右边这个图 是当时这个日本媒体 对于金工表的这个报道 为什么这个时候日本人开始出现了这个金工呢 金工这家公司 其实在这个19世纪末 它就成立了 它本来只是一家 很小的钟表行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上个世纪 60年代出现了一个科技 叫做实音表 这个实音表其实也是 瑞士这个Omega公司发明的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实音装置 通过电流可以产生振动 这个振动就可以驱动这个表的运行 那这个运行呢 其实比传统瑞士或者之前的这个所谓的机械表 其实精准很多了 这已经是准电子表了 那这个瑞士的这个钟表公司发明了实音表以后 它觉得没什么好用的你知道吗 或者说没什么意义你知道 因为瑞士当时的这个钟表业 它就有推出来的第一款商品化的这个实音表 而且在当年的这个瑞士 已经举行一百多年的这个钟表大赛中了 拔得头筹 第一个价钱便宜 它只有瑞士这个机械表的价格的两百分之一 第二个呢更轻更薄 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走的时间更精准度更高 轻轻松松的就把瑞士表给打趴了 这是这个日本人 这是当时瑞士人所死料未及的 所以瑞士这个钟表业至今 还对于1960到70年代的这个所谓 食音危机 踹踹难安 你知道吗 这个印象对这个瑞士的影响太大了 当时的瑞士本来有18万个这个员工的 这个相关的从业人有18万人 但是在日本这个食音表的冲击之下 几年之内三分之二的钟表业者 这个都失去了工作 你就晓得当时瑞士的钟表业受到的打击是多么的惨烈 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 到一直维持到这个1983年的时候 瑞士人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了 第一个 他把这个很多小的厂集合起来 第二个呢 由瑞士政府提供资金 第三个呢 重新改变瑞士表的这个经营模式 有一家公司成立了 这家公司叫做Swatch 大家看下一张图 Swatch很多人看了以为这是瑞士表的意思 这是Second Watch的意思 就是第二支表的意思 什么叫第二支表呢 就是手表 对不对 除了可以让来这个报时之外 他还强调休闲生活的功能 所以瑞士的这个钟表业者 当时从三个方面去改变这个瑞士的钟表行业 第一个当然就是转型 第二个呢 就是在技术上的提升 他也从事时音表的这种 电子表的这种生产 第三个呢 就是进行行销概念上的升级 怎么讲呢 过去这个瑞士的钟表业者 很多都是小座坊 没有竞争力 所以他就把没有竞争力的一些小座坊 通通集合起来 成立了SWAC的这个钟表集团 第二个呢 对不对 他开始在品质上 设计上去要求 大家都知道日本表能够打败瑞士表 很大的一个原因 对不对 就是它的成本因素 比原来传统瑞士表便宜太多了 所以SWAC公司出来以后呢 也开始从事这种大量生产的这个模式 引进到瑞士的钟表业 钟表业以后第三个就是行销的概念 告诉大家 每个人除了有一支报时表以外 还有生活休闲 比如说你从事旅行 你在运动等等等等时候 对不对 你所带的表 把表的意义具有装饰 还有凸显身份的功能 这个时候瑞士的表就变成 就被区隔成两大块 一个是廉价的SWAC表 另外一个就是高端 代表身份地位 一支就是上百万价格的这种高级表 两个市场又重新让瑞士的表的 重振它的瑞士表的雄风了 我们看下一张图 这张图是很有意思 这张图大概是1980年代初的时候 蓝色这条线是瑞士表的销售额 那底下中间这条线是中国香港 它的手表的这个产值 大家可以看出来 在这个1984年之前 1980年代中期之前 这个中国香港的手表的这个生产量 有一度时间都已经超过瑞士 很长一段时间跟瑞士的钟表 业的产值在伯仲之间 如果大家去过广东 特别是东莞这一代 就会发觉改革开放以后 很多的表新业者 其实到现在还是一样 都跑到东莞去设厂 到目前为止 中国还是全世界表新最大的 这个生产国 那间接的呢 对不对 也提供了香港 这个中国香港钟表业 在全球的这个竞争力 那包括瑞士Swatch 它的这种很多产品 它用的表新 其实都是中国的工厂所生产的 这个大家要明白 这个事情只是 中国钟表只是提供了 一个关键的零组件 但是外端的这个附加价值呢 还是瑞士厂商聚群做 你可以发觉 1980中期以后 瑞士的钟表业者 迎来了这个一波很长的 这个成长 我们看下一张 这是Swatch 它的这个营业额 跟这个红色的是代表 它的利润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稳定 就这家公司 一家公司就挽救了整个瑞士钟表业的这个命运 对于这个瑞士钟表业还能够维持目前称霸全球的地位 有一个这个领导的这个作用 所以你就会发觉 这个瑞士的钟表业 它这个的兴起到这个衰退 再重新兴起 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地方值得大家玩味的 特别是金银企业的人 我怎么样面对外来压力的时候 从事转型 从事升级 从事市场区隔 引进新的设计概念 然后转败为胜 Swatch跟瑞士钟表业的这个故事 其实是值得这个我们现在金银企业的人 或者从事投资的人 很值得借进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经验 但是呢 这个没有永远的这个王朝 也没有永远的这个赢家 我们看下一张这个图 这个图就触目惊心 这个呢 蓝色呢 代表苹果智能手机的销售量 红色呢 是瑞士手表的销售量 你可以看得出来 到这个2017年第四季 瑞士手表的这个销售量 是680万支 第四季 但是苹果智能手机的销售量 是800万支 你可以看到这个最前面 这个2016年这个第一季的时候 对不对 当时苹果的这个智能手机 也不过就是150万支 而这个瑞士表的这个销售量 对不对 它跟现在其实差不多 已经大概就是500到 500多万到这个600万之间的这个规模 也就是说这么多 两年多下来 这个瑞士手表的这个销售量没有增加 但是苹果智能手机的销售量 对不对 在突飞猛进 那何况除了苹果之外 我刚刚讲过了三星 我们的小米 我们的华为 对不对 都有提供 智能手机的这个装置 而且智能手机的功能 价格 性价比 都比一般瑞士手表的这个在市场上更具有这个竞争力 所以这也是瑞士这个手表业者面临目前他们所最担心的情形 很担心的从涛七零年代食音危机对他们所带来的冲击 不过瑞士手表业者他还是认为基于瑞士手表的这个传统 他们在高端手表的这个销售方面 对不对 可以稳居不败之地 为什么那样子讲 大家想想看 这个智能手机兴起以后 你们现在还有在听过金工手表吗 没有了 在新一波全球这个手表业的竞争力 其实这个日本的金工表 或者说卡西欧 这些所谓的死音表电子表 曾经在90年代上世纪9年代之前 有过一段辉煌的时间 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 日本的这个钟表又退出了国际钟表市场的竞争行列 因为这个时候全球高端的就是瑞士表 那么中低端的就是中国香港 或者我们中国本土所生产的这个手表 这个例子就告诉大家瑞士的手表 还是有它特殊的魅力 这个事情就让万民哥想到中国在19世纪以前 陶瓷 瓷器的这个外销跟国际竞争的这个故事 下张图 这个是左边的这个是广产 就是广州生产的瓷器 大家都知道这个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 是中国瓷器外销的最辉煌的时期 那主要出口基地在什么地方呢 在广州 当时广州为了应定这个瓷器的外销市场的需求 从景德镇 这个引进了景德镇的这个瓷胚 就是白色的这个瓷胚 然后到广州找人工进行加工彩绘再烧制 所以产生了特殊的一种品味 叫做广州采 这广州采这个花纹非常的这个这个这个绚烂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图案 还有这个形式是西方式的 就表示这个瓷器是专门为了欧洲市场的需求 所开发所生产所设计的 那右边这个图是当时 这个负责中国瓷器出口最大的集散地 广州十三行 不过大家都记得 这个1856年 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广州十三行就被英国人跟法国人给烧掉了 从此中国的瓷器就慢慢退出了国际竞争市场 由欧洲人自己所生产的这个瓷器来取代 那广州瓷器的这个衰退 其实间接的也造成了太平天国之乱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这个本来从事外销时生产的大量的工人 因为没有工作了 回到家乡了 经济破产 就铤而走险 参加了太平天国这个运动 在这个19世纪中叶 对中国造成了这个巨大的这个伤害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我们看下一张图 大家都知道 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瓷器 叫做威吉伍的 生产的古瓷 到现在其实还蛮有名的 很多这个喜欢西方东西的人的这个消费者 还是对于这个特别我觉得很奇怪 中国人居然会有人喜欢 威吉伍的瓷器 威吉伍的瓷器 它的来历是这样子 它是在18世纪 这个图的右边叫做约苏亚 威吉伍的 是一个英国人 英国的陶艺世家的工人 这个小老板 一个小作坊 那么他在1730年出生以后 到1759年 成立了威吉伍的这家公司 他跟别人比较不一样 他比较有头脑 从事这个瓷器 当陶器的研花 应该是这样子讲 大家说陶跟瓷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陶比较粗 第二个陶的这个硬度 没有瓷器那么硬 所以在18世纪 这个中叶以前 欧洲很多的陶艺者 就模仿中国的瓷器 生产陶不陶 瓷不瓷的东西 但这些东西 第一个不够精致 第二个不够耐用 但是威吉伍的他很聪明 他在陶图里面 参加这个参入了这个骨粉 就发明出了这个 这个骨瓷 具有像瓷器一般坚硬的这种品质 那么另外一点 可以大量的这个降低的成本 因为英国本身不产瓷土 所以他没办法生产这个瓷器 所以严格地讲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Bong China 应该是讲骨桃 不是讲骨瓷 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桃器 只是英国人加了这个骨粉以后 做出来的骨桃 他把它冒充成瓷器再用 但是它的硬度也基本上达到了瓷器的标准 那么它的生产 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花色形式都蛮单调的 但是没办法 英国也要扶持它自己本国的产业 所以威吉沃德在这个1759年发明这个骨瓷以后 到这个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以后 被英国房市选为御用的这个加剧以后 英国政府就下了一道禁令 就是禁止中国的瓷器再进入到这个中国 这个影响其实蛮大的 造成整个欧洲地区都因为缺乏中国的瓷器 造成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价格大涨 不过工业化这个进程的推进 慢慢慢慢的 这个很多瓷器的工厂 包括英国的德国的法国的 他们都引进了工业生产的制度跟机器 生产的瓷器品质慢慢慢慢就超越中国了 价格也比中国便宜 进口的中国瓷器便宜 这个时候中国的瓷器就被欧洲本身的瓷器给取代了 它就没有这个竞争力了 这个事情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像70年代 瑞士钟表业者面对日本瓷器业 日本钟表业的冲击非常非常的相近 我们看下一张图 这是这几年 瑞士钟表业出口的总金额 2017年的时候 大概有将近200亿美元 还没有突破 但是2018年的时候 就是去年的时候突破了200亿美元 瑞士的业者是认为 跟中国市场的复苏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他们也面临到这个新的这种崛起 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人为了满足高端市场的需求 我们国内自己也有一些很特殊生产高端 或者类似珠表档次的这个钟表品牌出现 那这些业者还有加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智能手表的出现 会不会再对这个瑞士的钟表业造成巨大的冲击 其实拭目以待 我们看看这个新的世纪里 中国的钟表业怎么样去击败瑞士的钟表业 瑞士的钟表业又怎么样发愤图强 这个好戏值得大家去观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